七月十三日 心景平 今晚 周盖者是来了 请 里边请 里边请 你看 都是心道的 心道的 您看这大米 这边还有 好 没有一粒沉迷 都是新的 这回的大米 今年的粮食 没得说 老板长 要不您先看着 我去买包烟去 好 您看 里边还有 不光是大米 好 都是新的 好好 陈老板 这事以后不能再干了 我们领导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那个老兵 之前呢 坐了去 当兵打仗 死个把人算个屁 你回去抱他个意外伤亡 不就得了吗 我看你怎么不想做买卖的 还要杀人害命啊 这山沟黄帝远的地方 本来就匪名不分 好了 不跟你啰嗦了 老板长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车店 真可掌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你们周老板呢 让他出来 赶快给我们做完米线吃 我一听到有人要吃米线呢 就知道是您来了 真大科长 可是有日子 没到我这小店来了 你不来啊 我这店里的生意 都冷清多了 周老板 你太客气了 你哪儿瞧得上 我们那几个小钱啊 这位长官是 这是我们老班长 我们新锦平的厂长和书记 当年可都是老班长手底下的兵 是吗 老班长 快里面请里面请 您先请 我方便一下 就在那边 你刚才看没看见 有一个留小胡子的人 是进去了还是上去了 没看见 你到底看没看见哪 老班长 老班长 快来洗把脸吧 水都备好了 周老板 你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人 是进去了还是上去了 留小胡子的人 对 有有有 可能在前面饭堂吃饭呢 好好好 老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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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水热好了 来不及了 有情况 走 走 老班长老班长 这都是我店里的客人 来吃饭的客人 老班长 这些都是我店里的客人 这这老班长 你点喝 你干吗 对不住对不住庄老板 对不住对不住 这位大哥他认错人了 您慢用啊 庄老板 对不起啊 你刚才是不是去茅厕了 我在这里吃饭呢 你老茅厕茅厕的 还让不让人吃饭啊 老板娘 你怎么做生意啊 对不住对不住 这位大哥他就是随便问问 是 茅厕 谁一天不起茅厕啊 老班长 你们家河早就被击毙了 是是是 你是不是我先滚了 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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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指挥啊 看来那个老头子 对您印象深着呢 要是您腿脚慢点 那麻烦可就大了 是啊 还是周站长 遇事冷静楚便不惊 是总指挥您哪 福大命大 躲过了这一劫 但是我们以后啊 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哪 总指挥 我多聚嘴行吗 说 您看这屋里 什么都方便 总指挥您哪 实在不该出去冒这个险 您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上风交代呀 这几天 我在屋里实在憋闷得很 想出去透透气 没想到 竟然遇到这个老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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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琢磨那家河的事呢 赶快收拾收拾 跟我酬粮去吧 你说我 真是眼睛花了吗 不应该呀 这有什么不应该的 您别不服了 别说是您了 就我这眼神还经常勘插 您以为 您爬过雪山过过草地 就练成火眼金睛了 你胡扯什么呀 这跟那个爬雪山过草地 有什么关系啊 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 老板长 您看您这样雪山也爬了 草地也过了 遭了这么多岁 这么多年 您还是个 我看你这个兔崽子 脑袋挂在里面是长毛了 我丁长春跟着队伍出来干 可不是为了当官 是 我知道 可不管怎么说 您毕竟是他们的老板长 要是刘长长 彭书记 对您不照顾照顾 那他们也太不够意思了 你小子啥意思 你照直说 你别跟我这儿画圈 老板长 这么些日子 我是觉得咱爷俩处处赶进来了 说呀 他他他他不说了 那眼睛瞪得跟牛似的 你 我 你还要打我呀 他他他他 那你打我吧 你打死我他了 你 老板长 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 他们要住几天啊 一天 听说新锦平那边都快揭不开锅了 他们抽到了粮食 明天一大早就得往回赶 在哪儿抽粮食啊 镇上粮庄啊 总指挥您的意思是 粮庄 快点 好 这放这儿 老板长 把那个抬下来啊 老板长 老板长 放这儿放这儿 是不是这么早干什么呀 先装上车 免得明天早上耽误时间 那些呢 明天往马背上一搭 就走了 一会儿我让大车店的伙计 帮忙干吧 咱爷俩喝两个杯去 人家周老板把酒都热好了 你少喝点 明天一早天不亮 咱们就得上路 别耽误事 所以说咱爷俩得喝两杯去 能睡个好觉吗 来 你睡觉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看着 您说您老胳膊老腿的 哪儿筋得住这么折腾 您要是出点什么事 这鹏书记 拿过来 刘长长要是知道了 还不得吃了我 非得说我虐待他们老领导不可 你要再说我老啊 我可收拾你了 这样 你安排两个战士 指下半夜班 上半夜我来指 行 我陪你直上半夜吧 把那个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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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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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我们都睡五六个钟头了 现在离天亮只有四个来钟头了 您去睡一会儿吧 老班长 我这叫少 行 那你们也精醒了点 好 走 走 睡觉去 谁 长官啊 是我 是我 是周大哥啊 我这人上了年纪 毛病也多 一晚上啊 得请好几回夜呢 这院子里多凉啊 快进屋暖和暖和吧 不用了 我们再坚持一会儿就该上路了 你们呀 也真是不容易啊 周大哥 你怎么了 周大哥 你没事吧 周大哥 周大哥 你没事吧 摔哪儿了 没事吧 周大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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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没事 你看 我扶您进屋歇会儿吧 好好好 走 大姑 大姑您怎么了 摔着 谢谢啊同志 摔着了 没事 谢谢 走吧 大姑 走 怎么样 昨晚没事吧 没事 我就说用不着我看了 老班长胆太小了 就是 胆小为德教训做了 就是 说什么呢 老班长 我看你就是教税多了 赶紧帮诞士把那乌鸟底下 那粮食搬过来 我得上个偶策 帮个忙 帮个忙啊 是 是 懒日赏我屎尿多啊 慢一点 走 好 出发 走 慢一点啊 去 来 慢一点 慢一点啊 去 天气不错啊 那个 他 你 快点牢奖了吧 今儿这天儿还有点凉啊 看见老狗了吗 这老东西跑点儿去了 行上去 你去哪儿 我肚子有点燥 我回监视捡个手 小张过来来 带他去医务室看看 不用不用 不用 我老毛病 我去躺一会儿就好了 我觉得 带有人去见识 快 走 难道秋双蚁真的犯病了 别 有洞 出来 我是刘天晋 厂长 十六间区发现地洞 什么 我马上过来 这儿居然还能有暗道啊 刚才有没有下去看了一下 其实这个暗道里边已经被堵死了 要不然狗应堂逃跑了 这暗道通到哪儿 这还不清楚 再下去看看啊 是 是 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这样的暗道 监视里边仔细查看了一遍 没有新的发现 口径堂是怎么知道的 我觉得是秋双蚁发现的 提审秋双蚁 是 十六监视藏有密道 其他监视是不是也有不知道 如果要是有 那就给我们的防盗工作 带来大问题 这个事必须尽快解决 应该对全农场的旧监视 立即进行一次彻底检查 寻找地道 堵塞漏洞 消除隐患 这个球双蚁 过去就是监狱里的监狱长 会不会知道 这个旧监狱里边有暗道啊 有可能 为了避免这类情况再次发生 我建议 立刻把所有的囚犯 都转到新建的监视里去 旧监视给干部和战士们 当宿舍用 老侯这个建议很好 马上执行 是 报告 厂长 球双蚁带来了 来 带进来吧 醉 坐下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 不知道 你还在装傻 那个监视里有个暗道 你不知道吗 暗道 什么暗道 不是 你把我弄糊涂了 行行行 是 秋双蚁 我看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在这儿干了几年监狱长 没白干哪 还有什么没交代的赶快交代 现在说 还算你自己坦白 不是丈夫 你们真是把我搞糊涂了 那你看 本来我那 秋双蚁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一口一个不知道不知道 你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就一个企图逃跑的罪名 就能再多判你几年 行行行行 他不知道就不跟他废话了 把他关起来 关锦壁石 就是他当监狱长那时候 盖的那个锦壁石就关那屋 直到他想说了为止 对了 把门口那条狗给我牵上去 一条狗一个人 这俩东西都关一块 不许管饭啊 走走走走 起来 走 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 想说了 那说 那个暗道 是那个当那个 共产党当年留下的 后来被我们发现了 那不少暗道 都是通往山上的山洞 一个一个都连着的 你别闹了 别闹 你小子 这事是不是 就这个名字 我看你啊 闲着没事 逗闷子是吧 走 走 进去 王队长 给我换件房呗 给我少废话 啊 都给我听好了 谁不再好好接受改造 琢磨着逃跑 就不是家一年两年行期的事了 来 进来 我说你还闹着呢 我说你还闹着呢 走 别闹着 别闹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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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夕 你没碰我 碰我 我揭发你 你揭发谁啊 你揭发你 还敢揭发我 你把老子害了 我给你拼了我 走走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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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把我打你牙 我打你牙 我怎么掐死你 我打你牙 我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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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行的行的 行的 行的 求捡驿长 这事怪你啊 老狗固然可恶 是不是 这事你跟大家说完了 大家帮你想办法 也不至于把大家的路给断了呀 真是 就是你自己想吃毒食似的吗 你闭嘴 怎么着呀 我连你一起整 整谁呀 我这么还没来得及说呢嘛 这狗日子 把这事给撑砸了 混蛋 床也坏了 怎么睡呀 睡哪儿啊 去 去 求捡驿长 你再想想 这个监狱里 还有什么 机关吗 对呀 求捡驿长 有什么事跟我们都说不就完了吗 你上一遍去 你笑什么 我想 这求捡驿官 没准早就把底头交代出去了 吧 你给我闭嘴啊 少在那儿放屁 凶得很 没事 鲁大哥 什么人呢 事成 这块我看行 时候也不早了 让人和马休息 好 停 原地休息 把马迁过来 把粮食卸下来 来 老班长 喝点水 我不喝 又记你那个变天账呢 这都两天没记了 哎 那个锦平镇的镇字怎么写 左边一个金字边 右边一个针 不对 那个大车店的周老板有问题 怎么了 那我带着人出去饭堂的时候 对不住对不住庄老板 对不起对不起了 这位大哥他认错人了 这个周老板 他不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啊 他怎么就说 我认错人了呢 老班长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个庄老板 是人家周老板的好朋友 人家还不知道好坏人啊 对 对 我得把这个记下来 有敌 老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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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对啊 不没有 troop 你救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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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ngines to die 你救了不一样 我猜不一耽 对不起 你救了不一样 你救了不一样 是 老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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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班長留下什麼畫沒有 老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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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不了老班長 你怎麼還有臉回來呀 你走走啊 老班長 老班人 老班長 救命 我等你回來 回去吧 我們還寶寶 我 李界 李界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学荣云 开武今生 天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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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文章带着我 这么多年了 是老文章带着我长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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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文长 好 我找元爷来看你来了 我有时间 我就来看你 等到了圣章 记得什么成绩 我就来告诉你 有什么好吃的 我也想着您 我给您送来 跟老文长说点事吧 老文长说美就美 你为什么让他去 他都那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 你不找个 腿脚密落的年轻人去 我慢着 他白疼你了 他白疼你了 你怎么让他吃 intim了 对 你对不起 好 好 好 那是 七月十六日 回新锦平路上 昨天在锦平镇大车店里 碰到一个人 我觉得他就是 七月十三日 新锦平 今晚周干事来了 他心事挺重 我问他怎么了 他吞吞吐吐 本来快言快语的一个人 今天这是咋的了 有功夫我得好好跟他唠唠 六月九日 老龙口梁栈仓库 我看见小江在简单壳 他说他给彭政伟找手表 小姐 谢谢啊 老班长找到的 应该谢谢你 你要不说我给政伟招表啊 我怎么帮你啊 书记 吃饭了 书记 吃饭了 你去 Tae 你自己对不懂 我去 抓住再去 然后就他们 不会 你去 分钟 你去 你去 下一个 我去 你去 你去 行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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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刘厂长 你吃我的吧 我不饿 小白 跟大虎去打饭去 行了 别哭了 老班长再也不愿看见你们难过 不吃不喝的 快去 你们俩 一会儿打一大碗马肉 打一碗米饭 给老班长粉盛送过去 让老班长跟我们一块儿盖山 是 吃吧 要不是因为粮食紧张 这马真不该杀 朕日诚问 这匹马将给大家伙 盖山上伙食份行不行 我说行 就当这匹马 最后一次做贡献 特殊士气嘛 听说这马是让土匪打死的 子弹取出来没有 垂师班的同志们说 没有子弹 没有枪眼 那这战毛怎么死的 那这战毛怎么死的 那我这时候就死了 不明白死烟怎么能随便就吃呢 这人快坏了 能看到吗 不要吃 但我看我估计 好 我看你 我看你 怎么不让子弄 又给这个辣植 你怎么说 不是不是啊 马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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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 马耳朵 马耳朵 这马耳朵可能有问题 马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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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了 我们也纳闷 找了半天没找到枪眼 你自己找了没有 马耳朵 嘴巴都仔细看了 连马嘴里没嚼碎的玉米粒 玉米的我看看 在瓢里面 报告 鸡卷里击死了一大片 文副厂长 有很多战士中毒了 牢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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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快快 来 快 来 医生 快点 快点给牢鲤看看 牢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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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出去 出去等 好 好 好 是 若鲤 先救人吧 你吃什么东西了 量下血压 来 同志 王道武 到 这是成的 给我抓过来 他正在检查粮食 他说他怕粮食再有问题 有问题 让他把那些有毒烂食 都给我吃了 是 小展示 六班五名战士 吃饭最早 中毒比较深 好在发现得早 细尾以后 已经没什么危险了 五班那三个战士呢 他们比六班吃饭还早 已经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 怎么能 怎么不小心 这马都不检查就 刘厂长 两袋粮食 快点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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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冷静一点 前进 快走 不管怎么着 明天也早就去锦平镇 这两袋粮食 是从谁家收上来的 一查就出来了 你脑子进水了你 谁家收的粮食 麻袋上都写着名字呢 要是他们投的 那么一查就查出来了 粮殿投毒啊 目标太明显了 他们要是投 也不可能只投这两袋子 而且现在检测发现 麻袋上半部分有毒 下半部分没有 这可以推测 这毒啊 是后来有人投的 你得自己想想 从粮殿购拦粮食之后 还有谁借出个这批粮食 没有啊 收完粮食 我们就回大车店了 大车店 那就是大车店的事 不应该啊 我们收完粮食 回到大车店 一直有专人看着 也没有外人接近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 是我和老班长 知的上半夜 下半夜 是两个战士看着 也都没出什么事 第二天天没了 不应该 我们就走了 这一道上 也没有跟外人接触过 咱们在锦平镇 这么大张其乎的买粮 敌人不可能不注意到 而土匪对运粮队的袭击 可能和毒药有关 要不是毒死了那匹马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厂长 书记 多亏你们发现得早 行了行了 你就别拍马屁了 本来嘛 本来啥本来 再说一样的事 你看我不崩 崩了你我 你跟老班长的锦平镇 大车店的时候 遇没遇见过什么人呢 没有啊 怎么了 彭书记 没关系 没关系